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这个特性 请大家好好把握 就是这两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这个水汽呢 有可能会慢慢的在北上 可能在明天会开始就有一些 礼拜五的时候会最明显 开始会接近 然后接下来呢 有一个空档 礼拜六可能是空档的时候 但是呢 目前的所有预测呢 大概在这个华南的云系 还有封面 可能会在礼拜天 到下礼拜一二的时候接近 这边呢 整个西南风的状态 还是持续 所以呢 这种所谓的礼拜天开始 不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礼拜 有没有看到 还有礼拜四礼拜五 等于下礼拜五呢 四五呢 南边的水汽就会比较多 这样的好消息呢 就是说温度会显著的回升了 但是呢 就是不稳定 等于是不稳定的这种程度 还是有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 还是容易有雨的天气 等于是南边的这个水汽 还是会上来 然后大致上呢 都是吹的偏东南风 或是偏南风 那当然啦 目前来看的话 这样的天气 礼拜六有一个短暂的空档 但是靠山区还是有一些点状的 这个午后阵雨会出现 那礼拜天呢 就是有华南云系 整个冬移 整个天气呢 就会转为比较不稳定 会容易下雨 但是这个雨呢 也不是整天 像这个上个周末一样 整天都是有雨 但是呢 就是礼拜天的雨会多一点点 礼拜六就有一些阵雨 那礼拜五呢 就是南边的水汽上来 所以你看 从这个宜兰花莲到台东 到恒春半岛都有容易有一些雨事 然后礼拜四呢 就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东半部 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会出现 请大家留意了 那最近呢 温度呢 回温到22到267度 其实这个温度呢 是蛮舒服的温度 在北台湾 北部跟东部是很接近的啦 然后在这个六日的时候 温度会下滑一点点 但是不会到很冷的程度了 然后到了下礼拜二三之后 又再回温 慢慢的 目前来看的话 变化没那么的大了 那中部呢 最近就已经回到30度了 但是预期呢 未来到了 离六日一的时候 会稍微下滑一点点 21到26度 然后南部来说的话 也差不多都维持着25到29度 也是南北的这个天气呢 开始有点变化了 开始出现 北部还是有点凉凉的 所以南北的这个天气是 落差是蛮大的 那今天晚上呢 各地天气是不错 但是呢 东南部呢 台东绿岛 蓝雨或是宜兰 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暗性震雨 那明天呢 白天呢 大致上天气都还算还不错 但是东南部 还有东半部 开始就容易有些雨势了 尤其是午后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 把握今明两天 相对的稳定的好天气 持续回温转型 相对的舒适 不过东南部呢 还是有短暗性震雨 那周五呢 南方水气北上 周日呢 封面还有华南雨气会接近 预期会有几天的不稳定 请大家多留意的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